新生訓練 不過你要了解一下 我是從這個家長居然在跟我們這樣講 他講的有錯嗎 也沒有錯呀 你們設立學校那麼貴 然後我的小孩還要替你們服務 是不是你們看 所以這個Iris好像也會這樣 東海一創校的時候 就是要設立一個學校 是能夠手腦並一樣 能夠在學習上的內容 中 西 五 京都照顧到 這麼一個 所以當時其實有很多台灣人士 希望這東海要賺錢 蓋那個社那個藝學院 那個時候蓋那個龍手他沒有 我們不是要學那個科技技術 專業技術的問題 我們是要 因為從大陸的那個 整個東西兩邊的那個 可以是 可以是 Ideology的 伊利勞傑的那根掌聲 他可能 人格的培養 學問會融通 還有 將來也有服務社會 就是 創校的時候的體驗是這個 但是我覺得 我們東海還是有這個 有這個腦粉 我覺得現在 東海 今天我正外面 做那個評鑑 談到東海的通識 他們現在不敢 做到 就是東海的 東海當然 我們本學 一直向我們 是認為當然 很多學校 是不認為當然 你知道 在很多學校 我走過票 來過程式的學校 做評鑑 所以大部分是 他們問題出來了 通識問題出在哪裡 是在教授 是那個專業的教授 完美彼此 然後要比較偷渡一些 應該在專業裡頭 就 加到那個 教育部那個 發展的那個 所以 這通識的方式 有些很方便的 都 是珠寶鑑定的發展 那裡頭 這個 而且違背了 所謂通識教育 UR execution 這個所謂 三個人 因為至少三個人 留下的很多人 都 就至少 humanity social science science 這三個 很重要 就在美國的學校裡 像呼吸空氣一樣的自然 到台灣去 東海是第一個設立 但後來有些 他會提供一下 往台大門來學 台大門就是那個 營造中文 可是他 當內 沒有多久 下來 就沒有了 這應該 我們應該覺得很可驕傲 從東海過去 一直到1994年 然後 95年 後來 1994年 就是 李宜然 那個院士 他們在 一個 那個通識 通識學會 然後才由 教育部 佈定 一定要發動學 他會覺得太少了 他會想報通 算成 所以 所以這個 同學們大一剛進來 今天你們來聽 他 也是小 可能是100 希望你們 顧這個精神 稍微實在一下 一個人 再想一下 回去 我們這些東海 畢業到中 很會講話 剛才你提到 劉先生 劉先生 第二屆 第二屆 你知道他那個時候 就是他發起 容易的精神 喔 容易 容易 希望考試 對 對 還有 有一些 說到那個 我們的郵局 郵票 因為 星期六星期 沒有人 有時候買一個 好吧 就放郵票 讓你自己花錢 你就拿 十塊錢 你就放十塊錢 拿郵袋 後來 後來 沒東西 不過anyway 那個時候 也被袁志弘 也來回到這裡 當館長 原色我們在第一屆 原色我們去 原色我們去 聯繫三個人的 十二 那個兩個人 哇 變到底 原色我們 不可能 你這個 容易失敗 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流行是非常理想的 就是這樣 這個也請問有一部 這樣的 要提起這個 可以的放棄 我當然 後來 東海現在 有 有 開始 我們有過會差 就是拿這個努力制度 他就說自己拿一份資金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試的 因為有些是可以的 每個人就是花一點錢 慢慢就有這些 也有一個好消息 或是你該怎麼講的 我覺得很大問題 總老師應該很高興聽到的 就是大陸在一年四十五年之後的政治影響到學校 然後他們又去出聯嘛 所以去搞專業教育 其實都沒有那個沒有重視教育 人文教育也很活躍 那他們現在這個也知道這樣有問題了 所以他們現在也在提上重視教育提上去 那現在他們呢四個大學 組成一個大學重視教育聯盟 北大 清華 四代 廣東中山 然後呢要辦一個開幕 就是重視教育的 然後他們呢編委會 就邀請呢這個 覺得比較代表性通識 比較好的學校 香港邀兩所 臺灣邀兩所 是東海跟四 台大 因為講到 就是他們要去負擔 因為大家都知道 東海是這個實行通視教育 最早的學校 所以這個是一個 我覺得我們是很早辦 但是也是比如說 我們現在還是辦得這樣做 不然只看歷史六十年前 那當然是會要請 所以同學其實可以把握這個 中視課程是 我跟你的老師 特別是像我那時候 我比較會追你們 我在江流行走 然後講到東海東中 他們都很尊敬的 他們很尊敬的 對 他們真的很尊敬的 是的 校內已經是很多 就是好像不太知道 我們怎麼做的 外面還是很尊敬的 院長 我們外面講 你是不是很尊敬的 我沒有覺得 就是我在文學裡面 真正就是在換我 因為我有利益回憶的問題 東海我是不認真 所以 聽聽 東海大陸 也覺得說 你因為這個傳統 這個傳統 現在還要考慮 這個很尊敬的 那個 美國的很多 小學的學校 他們的科系是沒有 沒有專業的學系 都是基準的科學 像我孩子裡面的 大陸學校 他本來呈現了一個外教系 可是呈現了四年 他們就慣了 你給他猜好 掌勢幾多 對 然後就是什麼 經濟 就是經濟物理的化學 就是這種基礎科學 我上次就講了說 我們那個 那個是 那個是 市民人工程科的 口感 那個 佔了33個學分 還不算那個 他們的英文表情的學分 外文表情的學分 那個還不算 體育上這個很帥 就是真正的市民工程科 所以 占了差不多 三分之一以上 所以 他等於是 大一大二 到大三的第一學期 遇見 整個 他分兩個tears 兩個 比如我們是比較基礎的 大一的學 另外一個 是 或者 要跟協作 串兩章 後面的 所以他就整個認為說 你這個先有一個 一個很好的背景 然後你再去轉 而且這些學校 這些小學校 以前我女兒要青年大學的時候 才知道說 好多的小學校 我說 這很經傳 我們知道 就是 我的同事 每個人看 你不知道 這些學校 這些學生 畢業以後 都進哈佛克林斯頂 現在不用進哈佛克林斯頂 因為 他不常被照顧 對 就是說 那個 好的老師 好的 我覺得 我們現在 不能夠回 兩個兒過去 我們就是 我們就是 坐下基層 在那裡 你知道 那個時候的聯董會 整個學校的 一定的百分之七十五 是聯董會到一起 然後 百分之 大概二十 大概二十是學會 然後才 一聽完 一聽完 所以 我講一個故事 我同一 第二屆 一個學長 他說 為了多上 摩崇山的課 結果 他把一個 避修課 弄成不盡 MISS COOPEN 她很生氣 她是英文系人 她 那 那 我花錢啊 我 我教學會啊 意思是說 MISS COOPEN 她講 你一個人身上 你多面一年 我們都花了多少錢 在臉書 對 你現在是 配錢的難度 對吧 所以那個時候 她不知道 這個 這個 那個時候很有錢 我想講 跟工作 也比較有關係 那些事情 因為 我想我剛剛 並沒有提到 當然 東海有很好的同事教育 可是我剛剛提到了 其實 工作椅跟東風社是非常重要的兩個社團 那我要說 東海工作椅在辦活動的時候 這點對我的影響非常深刻 那我也讓我深深的相信 好的老師 好的教育環境很重要 可是 學生自己的自我教育 同才之間 在那個社團裡面形成的某一種文化傳統 也是不可替代 那我進工作椅 一個 另外一個 我剛剛講了我們在委員會裡面的事情 那我要說 這件事情如果不成為委員 大概也會知道的事情 每一個活動 事前工作椅委員會的委員的籌備 就不說了 那活動去了之後 那每一個小組裡面大概都會有委員 然後也會邀請一些比較積極參與的成員 活動每天晚上一定有一個檢討會 這個檢討會是委員們在所有活動結束之後 委員們就會開討檢討會 討論說今天的活動出了哪些問題 我們哪些事前有準備 可是我們執行的時候還是出了問題 到底問清楚在哪裡 這樣一個檢討會 然後呢 到了第二天活動結束了 午餐吃完了 搭車回東海之前 有一個所有成員的檢討會 那所有成員的檢討會開完之後 那參與的成員其實就結束了 可是我們這些委員回來了之後 東西 材料啊 設備送回了我們自己的這些儲藏地點之後 所有委員還要再來開一次會 禮拜天結束了 我們委員的例會是禮拜一 禮拜一呢 又要再報告一次跟所有 就是我們籌辦的委員 參加的委員 又要再跟整個委員會報告一次 然後大家不管去了沒去了 知道不知道狀況 又是一頓痛批 對我來講 事實上我一下子來看 你不知道接受多少訓練說 人家根本不進入狀況也在罵你 這其實是一個訓練 因為你要每一個人多了解 你每一個批評你的人 都了解狀況才批評 其實無心中也會被訓練說 那些不進入狀況會批評的人 始終會是存在著 你不能期待別人都了解你 然後每一個批評都是很中肯的 有完全的資訊的 這基本上真實世界不是這樣子 你若真想要成為一個領導者 真想要扛責任 那麼包括那些誤解批評 都是要承擔下來的 這些東西我也深刻的感覺到 很多東西不是在課堂上 不是在學習的當下你就學會 可是如果有這樣一個社團 我們社團裡面有兩句話 在整個過程裡面 我從不懂聽到懂 甚至畢業之後多年才懂 一句叫做工作是生命的流露 所以你自己是用什麼樣的心態去工作這件事情 是你自己生命狀態的流露 不要一天到晚覺得 人家都要了解你 有很多時候很想得越深刻越深刻 連我自己都不了解自己 有很多時候要看到我自己的工作表現 才看到自己的確定 當然可能也太早給我批了 覺得就是這樣子 你要給我時間 那第二句話叫做 Open your heart 就是說我們常常在聽到別人的批評 之後就開始要防衛 然後學長就會說 Open your heart 這兩句話已經多年沒有在被提醒 可是剛剛出來這邊就聽一聽就想到 真的在當年 動不動就被提到 工作是生命的流露 他沒有指責你什麼 他其實就在提醒你說 看看你這個工作的樣子 你的生命就是這樣的品質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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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非常 非常接受教的 我們在教育裡面常常聽到這句話 所以我相信 不過現在大學是一個文史 現在就是生 那如果他有些西藍 我們比較會 像我們國小生業界 跟平衡 可以比我們第一個人 這個平衡之後 所以我們被罵的過程 我們被罵的過程 我們被罵的被罵的被罵 被罵的被罵的被罵 而且還要懷疑我們的專業 所以你什麼可以帶為人 去你們的負責 學生 學生回來之後 去之前 我就跟他們討論 就聽到他們哭 這個我就想到 其實 後來我自己在反省 這到底是真的好事 這個我要說一個 另外一件事情 沒有 我就說 大剎的就是 等一下大師 這書院 怎麼說的 所以書院其實 應該要給學生一點 不是 這個太重要了 學生當然要講 我們也期待聽 可是有些專業考 我們還是必須說 那整個東海大學 它完全就是一個通識教育的設計 在早期是這樣子 那我要說的是 工作是生命的流入這件事情 當它是整個文化氛圍的時候 你可以講它會產生作用 我們做老師的其實是代表 整個文化傳承社會在執行教育 如果沒有一個後面的整個社會的支撐的話 其實很難的 你就會碰到這些家長講錯話 可是如果有整個社會氛圍的話 就會覺得你們這樣子做一定有道理 當然老師本身也要到某一個 他有某一種那種人格的厚度跟高度 他自然會發生一些作用 不過我的重點就是 必須是整個團體的支撐 那你會發現說老師不被挑戰 果然是一個危險 可是老師被挑戰 那個挑戰者是錯誤的時候 這是整個社會文化的危機 那某種程度上 東海的這種 以一個小規模800人的那種 一種Liberal Art的學校興起 然後在整個教育經濟的那種衝擊之下 他變成一個現在一萬六七千人的大學 這個後面當然有很多問題 我們沒有辦法討論 可是我要說的是 就是這樣子一個教職員社群的相互 互相支撐的那個文化的底蘊 我們是非常有信心的在這邊做 而且有話就能夠直說 這個東西我不知道 也許就像剛剛崇銘講到的 Mr.Rose 我們的內訣是 現在來做通事教育還來得及嗎 我想他們看到的是 東海早就在我們那個年代 通事教育已經相當程度的棄手 這個棄手我也不要說不能怪東海 是因為整個教育部那群不懂教育部的教育官員 硬是把通事教育排在後面 他們認為專科的教育才是重要的 這個大的時代分為 我們那種 我們這次死不太好 那種孤城孽子的那種宣教師的 不管怎麼樣 如果這是對的 我們就有一個整個修會的團體 置身在後面 就是支持他去做 這個東西我覺得要是非加坡 我憋不住非加坡的可能 聽到你 其實他老師已經幫我們 剛才一生的談話 做了一種看來的那種 讓我稍微 可以說我昨天 很特別教授 不然可以 要我跟他去南投 教授 去的中心高中 南投高中 跟去高中 他們就考慮不到你 他應該找幾個 比較有樣的激化習慣 去的 結果我去的大街 講的是 我兩天 你們的大土地 然後阿拉利 我們東海就能 就是 教授公司教育的 影響性 就是那個學校的高度像 高度認 高度 高度 甚至他們認為說 你們東海就是要 把這塊做好 把它擦亮 然後他們說 鴻甲當然很認真 他說 鴻甲我們 感覺上還是衝得比較快 那這個 有點進的還是東海 那他們一直追著我們 說為什麼我們來到東海 校園參觀的時候 都沒有能夠我們講這個東西 這後我們學生在學校 跑來跑去跑來跑去的 他說可不可以我們現在一直來東海 參訪的時候 請老師給我15分鐘 也不要講太多 這15分鐘 跟我們學生講這個 我說你們學生會聽嗎 我說 那你老師最喜歡他懂一點 我慢慢去評論一下這個 那是主題 我只講一下 就看是哪一個老師講的 對 如果是一個沒有這種經驗 沒有這個體會的老師講 他還是會去講那個 專業技術 或者那些 那些 是誰講 我有沒有那種感受 這樣大陸我們來參訪 來東海參訪 現在他們最想聽的 因為他們會講 他們講精神 他只要聽你們講 他們就是中式教育 他們叫素質教育 還有我們有勞作教育 每次一講 他們不是太知道這個 但是我們一講 他們就覺得 做不太好了 這是直接現場的反應 對 那我們其實應該要強化的是這一塊 這個早期的這個 一路延續 其實是東海的最重要的 價值精神所在的地方 對 其實就是我們的老闆 對 這個要顧問 對 因為 沒有工作 各位12分鐘 那 剛才 曹老師的話 我再借用一下 借最後一台一題 對 對 就覺得要打開 然後我真的很欣賞 這個工作 那種認真 論變 但是吵完之後 不傷感情 這是我們東海 現在要去追求的價值 那這是我們需要 那 不堪 這個難得太在太休時間 但是我想 今天不管是我們幾位 或者是 因為我們應該 回去對我們很多的東西開銷 甚至跟我們勉強感覺 這個文字寶真 或者可以新來校長看一看 好 那就謝謝各位 謝謝